刚才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今天呢 我早上7点多就出去做工的 然后现在呢大概9点这样子我才回来 然后我驾车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以前打工的时候 我的上司都会千方百计的留我下来OD的 然后一直会讲一些话来暗示我OD 就比如说 You should put more effort啊 You should learn more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叫OD 我一听到这些话啦 我就觉得很忙了的啦 早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8点半开工 我可以睡到8点一两个字才起床的 有时候还在那边想说 哎呀 迟到一两个字就不用紧了啦 但是自从创业了过后 我可以早上很早起的 那之前在云点的时候有一个event 需要早上7点半就到了的 我那一天是大概5点半这样子就已经起床了的 然后那一天也是工作到很稳 大概是10点多这样子才到家的 但是那一整天下来啦 我都觉得非常值得 非常的开心 平常的时候呢 我都是大概早上7点多这样去起床了的 然后也是会工作到8点多才看回家的 整天下来呢我都不觉得累 反而觉得这个生活很充实很开心 有可能我总觉得在创业里面呢 多劳多的 而越努力越幸运 这两句话是成立的 反而在打工的话呢 就觉得不太成立的这两句话 因为像以前的时候呢 我非常努力工作 但是呢我都没有得到批课的奖励 反而我的同事呢做的东西比我还要少 但是呢得到配的比我还要多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 心很不平衡啊 之类的东西 而在创业呢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有时候呢我就会听到人家说 自己很懒惰啦 每一天都在摆烂啦 我觉得这一些人呢他其实不是懒惰 他只是还没有找到他想要去努力的那一个方向 所以他们摆烂呢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抗议来的哦 谢谢观看 记得关注哦